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世界 网罗天下奇闻去世 我是宋志明 说到唐太宗李世明可谓人尽皆知 他是唐朝第二位皇帝 开国皇帝李渊的次子 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明君 虚心接受群臣意见 文治天下 在此期间百姓修身养息 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同时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志 但是你知道这位伟大的皇帝是如何登上地位的吗 公元598年 李世明出身在时任隋朝官员李渊的家庭 官二代一名 十六岁时 父亲出任靖阳留守 李世明随父亲多次出任 平息山西的叛乱 公元617年 李渊从晋阳起兵返随 在风雨飘摇的隋朝末年 李渊的起兵无疑是加快了他的灭亡 而就在这一年 李渊攻入了长安 用力十二岁的杨幼为帝 618年 李渊废除杨幼自己称帝 改国号为堂 李世明在随李渊的南北征战中建立了汉马功劳 在军中也有很不错的威望 李渊曾许诺起兵士臣之后立他为太子 但是大师所望的是 李渊最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 李世明心中不满 也为日后的兄弟之间的斗争来下了祸根 李世明官居上述令 又武侯大将军受封为秦国公 李建成身居太子之位 协助李渊处理国家政事 自此一场改变历史的血腥政变拉开了帷幕 李世明、李建成两兄弟互相之间是非常了解的 李世明是不肯屈为人臣的 他的威望太高 掌握着相当一部分的权力 认为自己是开国功臣 而李建成威望不及李世明 想坐上皇帝的位置 又必须解决掉自己的弟弟 这该如何是好呢 李渊优柔寡断 都是心头肉 偏向哪边都是对另外一个孩子的伤害 太子携手齐王李元吉 共同排挤李世明 双方明争暗斗 公元624年 高祖李渊下令李世明李元吉 率领兵马抵御突厥 战事平息之后 李渊对于李世明又越发猜疑 李世明太能干 是否会鞠躬自傲 夺权自立 李世明也不傻 长安这块土地是待不下去了 李元和太子父子对于他的猜疑和排挤 是越来越严重 于是带上了亲信前往洛阳 刺激而动 收买周边的英雄豪杰 笼络人心 此时的李世明屡战下风 秦王府的幕僚也看出了这一点 逐渐开始失去信心 一场蓄谋已久的血腥政变即将展开 公元前62607月2日 李世明率邻心腹秦琼 魏石工秦树宝等人入朝 李建成李元吉来到了灵狐殿 察觉到了变化 准备掉头回齐王府 李世明大声的呵斥他们 并猛追 李元吉已经发现事态不妙 便拉弓射向了李世明 没有射中 但是李世明射中了李建成 双方追赶一直到了玄武门 太子部下冯立 薛万彻 两千人攻打玄武门 李世明部下魏石工拼死抵抗 直到提出了太子的人头 太子人马顿时 失去了交战的信心 溃散而逃 秦王李世明赢得了胜利 此后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 全部被残忍的杀害 公元626年9月3日 高祖李元昭告天下 将皇位传给李世明 9月4日 李世明登皇位 改元贞观 唐太宗李世明在位期间 国泰民安 经济发展迅速 平定外患 修身养习 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志 本期节目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 更多精彩内容 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我的动态 谢谢 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